题目是从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 我们知道一带一路的全称 是丝绸之路经济代 和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所以无论是一带一路 都离不开丝绸之路这个概念 那么一带一路跟历史上丝绸之路 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那我们应该明白丝绸之路的事实 这概念到底是什么产生的 它到底在历史上意味着什么 这样我们才能够正确的理解 一带一路跟丝绸之街 究竟存在什么关系 那我们现在讲的丝绸之路 它的标准的概念 就指历史上面 从公元前二世纪开始 到公元八世纪的中叶 曾经存在着中国的古都 长安 也就是今天的西安 和路亚 往西 经过河西走廊 到的今天甘肃的敦煌 那么汉朝和唐朝呢 在敦煌的西面 都有两个重要的关口 一个呢叫做玉门关 一个叫做阳关 太阳的阳 一般当时的概念 出了这个关 就叫做西域 西方的地方 那么出了这个关以后呢 这个道路呢 分成不同的支线 因为这代自然条件 很复杂 人文条件同样很复杂 所以经常要遭遇到 自然灾害 异常气候 战乱 所以呢 往往在不同的阶段 甚至在一年里面 不同的季节 都不得不选 不同的路线 所以实际上的路线 比这里花的还多 那这些路呢 最后都汇聚到 今天 乌兹比克斯坦的沙马尔汉 所以标准的概念 丝绸之路 就是从沙马尔汉 进来到中国的长安 会延伸到洛阳 就指这一段 这叫做丝绸之路 当然 沙马尔汉并不是 这条路的终点 因为到了沙马尔汉以后呢 可以利用 原来就存在的 比较方便的道路 可以分别通到欧洲 通到北非 那么这条路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支线 就用沙马尔汉往南 翻过新都库史山 或者从新疆的喀什 翻过破灭高原 那么可以到的 今天的阿富汗 巴基斯坦 印度 最后到的斯利兰卡 历史上叫西兰 当年唐朝的高僧贤壮 去取经 那么基本上 就从这条支线 进入印度 那么这条支路 什么时候开的呢 谁开的呢 我们以前一直有这个概念 这当然是我们古代中国人 其实并不是这样 其实这条路 存在的时间很早 比公元前二世纪早得多 有什么证据呢 第一个 在今天河南安阳 曾经发现一座商朝的王后 富豪的墓 在这个墓里面呢 出土了一批玉器 经过鉴定 都是用和田清玉制造的 富豪死在三千两百多年前 那这个证明什么呢 也就三千两百多年前 已经有人把今天新疆 和田南面昆仑山里的玉石 印到了河南的安阳 不就是刚才地图上这条路吗 那么也许有人说 这会不会是中原人跑到那里去 踩过来的 当然我们不能就对排除这个可能性 但是对照其他同样的事实呢 我们就可以肯定 那不是从中原 主动到西面去 而是西面的人 他们主动的 把这些外面的东西 运到中国来 因为现在事实已经证明 我们中国的小麦 黄牛 羊 麻 还有青铜 都是从西亚 两河流越 高加塑 这些地方 逐步逐步传进来的 也就是说这些作物 一些像青铜 它都是外来的 不是中国本土传来的 而且方向都是从西边传过来的 那这些东西没有道路 人传进来吗 那这些东西什么时候传进来的呢 一般都是四千年前 四千年前后 像青铜可能还稍微晚一点 那么有的人觉得 这个青铜 我们国家青铜器不是都是自己造成青铜是外来的呢 当然这些青铜器 我们现在看到的大鱼鼎 大克鼎 什么鸡子 白盘这些 当然都是中国本土制造的 但是这个原料呢 因为青铜它不是天然的 那里的青铜 青铜器 比中国的还早 所以这个证据是很明白的 基本上可以肯定 四千年前 已经西部亚洲西部的人 通过中亚 通过至少是我们现在看到地图上的方向 我们把这些东西传播到了黄河流域 那当然这个路应该是他们开的 而不是从中国方面作动开出去的 我们还有其他更多的证据 比如说新疆 图鲁芬 阿斯塔纳古墨 发现了大量的古代的尸体 由于这一代气候非常的干燥 尸体都保证的很好 皮肤毛发都是完整的 那么从这里看到的古丝里面呢 不需要通过其他间谍就肯定 有的是欧洲的白种人 他们已经到了新疆的东面了 这也符合当时世界史的事实 我们知道公元前四世纪 来自马其顿的希腊人亚历山大 就带领希腊的精队 所以在打败波士以后进一步攻到中亚 已经到了今天阿富汗巴基斯坦这一代 建成了一个横跨欧亚的马其顿 建立一个亚历山大帝国 这方向也是从西向东的 那么有没有从中国向西的呢 有 时间要比他玩得多 比如说前面讲的亚历山的帝国 那么时间比秦始皇统一中国还要找一个时机 那么现在我们找到的从中国方面向西去呢 最早的证据 那就公元前二十世纪的张千通须 比如说新疆发现了内地的丝绸 那么这个时间更晚了 那已经到了东汉的时候了 但是前面讲的发现有西向东的 那时间早得多 从四千年到三千多年都没有干过 当然在张千通西越以后 那么在公元前六十年 漢朝在今天的新疆和湘陵的中亚 设立的西越多夫府 这是我们今天讲新疆自古以来 就是中国的领土最早的证据 那就是从公元前六十年开始的 而且唐朝曾经扩展到更西 最远的时候一直到达咸海 控制了阿摩河流域跟歇尔河流域 但是问题呢 唐朝控制那么大的领土的时间很短 以后到了安死之难以后 就全面退缩了 更重要的是 无论是汉朝唐朝 他们都没有真正去控制 开发经营 从新疆往西这片地方 也没有向那里移民 更没有向那里主动去传播自己的文化 所以呢 就是唐朝当时 他本身国内的知识分子诗人官员 也没有真正把玉门官阳官以西 当成自己的家园 有两句唐诗大家应该知道的 一句叫做春风不渡玉门官 出了玉门官 春风都吹不到那里的 没有春天这些地方 这些地方适合去基督吗 还有一句呢 叫做西村阳官无故人 出了阳官 老朋友都找不到了 所以明明是自己的领土 但是他们都把它当做了自己家园 所以你看唐诗里面 唐朝人的文章 描述到西约描述到那代 都是怀念家乡赶快回去啊 这个地方不是人呆的 这边的人不能回得去啊 根本没有把那里当做自己的家园很好开发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跑到中亚去 你去找找看有多少 中国古代留下的痕迹 几乎没有 相反的你看到的前世伊斯兰教清正寺 还有这个俄国的东正教教堂 当地的人讲的都是俄语 这就撒谎俄国占领这些地方 他就推广俄语 到现在变得这些国家独立以后 有些国家说我们现在不用俄语做官方 结果发现 比如哈萨克斯坦 能够讲哈萨克语的 比俄语的人还少 谁没办法 现在知道孩子都是俄语 作为他的官方语言 还有都像那里移民了 甚至把语言取代那里了 你看我们今天到破灭高院的塔吉克 我们中国还有一部分塔吉克人 塔吉克斯坦当然主要都是他 你知道塔吉克语言是诗语什么语 波斯语 这就是因为公元前五世纪 比亚利赛更早的时候 波斯人曾经征服这一代 建立一个波斯帝国 对吧 两千多年前他们把他们的语言 传播到哪 到现在这些地方 包括阿富汗 还是讲波斯语的 所以我们讲丝绸 必须要知道这个背景 不要以为到现在有的人还以为 中国主动去开配了 是中国这些传播 不能做事 是外面主要 而传播的 那么什么道理呢 今天没有时间多讲 但是有一点在考虑的 往往一个地方 地利环境好 能够生产做够的粮食 做够的物质 风衣做食 往往那里的人啊 不会到外面去发展 到时那些地方资源缺乏 有的要水都缺乏 那么引起他们往外扩张 呈现这样的动力 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不奇怪 我们前面的考虑 我们已经给明白了 那么问题丝绸之路 怎么会有这个概念呢 其实这不是中国人的概念 也不是中国人命名的 你们不信你们到图书馆 或者到那个 现在数据库上去查 中国的古迹里面 从来没有出现 丝绸这个名称 这是到了1877年 也就清朝太平天国战争平息以后 德国的地理学家 李希霍芬 他到中国来进行了三年多的考察 他回去以后 完成了他的著名的著作 亚洲 在这本书里面 他第一次提出 丝绸绸之这个名称和这个概念 他认为 从公元前二世纪开始 就形成了一条 由中国的洛阳长安 一直联系到中亚 沙马尔汉的贸易路线 一条商道 他研究下来 在这条道路上 主要的货物是丝绸 所以他把它命名为 丝绸之路 英文叫 但是在他命名以后 差不多一百年的时间里面 也就是到上一世纪六十年代 世界上知道丝绸的名称人并不多 包括我们中国 我们以前小时候 多历史 从来不提什麽走之路 这有张千通修也 那么怎么会 这个丝绸绸概念 现在是中国即加以互晓 在世界上也是 有非常大的知名度 你跑到中亚去 什麽都是叫失落 火车叫失落 失落列车 旅馆叫失落 酒店 什麽都是失落 怎麽会出现这个结果的呢 我们以前很多人是不知道 有的人知道的又不说 其实这个原因很简单 是日本人首先 发现了失落 制造这个概念的价值 他们先重视推广 因为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 日本的经济 不仅已经恢复到战予水平 而且已经出现了高速的增长 所以日本人呢 他在这种情况下面 他又开始目光关注 本土以外 他的工业要发展 他的经济 要扩大他对外的交流联系 要拓展他的市场 所以他就关注 在日本本土以外 无知的精神的资源 这其实是日本的一个传统 因为日本知道 自己是个岛国 知言有限 生存环境不理想 所以自古以来 日本都是 一直是面向国外的 比如唐朝的时候 他发现唐朝 各个方面都比他陷进 所以派遣了大批的浅唐使 派遣到唐朝的使者 其中有官员 学者 留学生 工匠 和尚 到唐朝干什么 来学 对吧 比如他看了唐朝的首都好 就干脆 图字描下来 回去照样照一个 比如日本的京都 就是全盘模仿 洛阳的 到现在京都好多地名 都带个洛 洛阳的洛 京都西面叫洛西 京都南面叫洛南 我说为什么 他就是洛阳 他就是这样的 这么学的 什么都学过 比如日本大家看 到现在他中央机构 我们叫某某部 他叫什么审 为什么叫审 这就是唐朝的制度 因为唐朝的制度 中央是三审六部 部在审的下面 所以他们中央部门是审 他就学过去了 所以他现在日本都是文部审 后审审 什么大藏审 什么审 对吧 他这样学的 日本在明治维新的时候 明治天皇最后下的 糟糕全国要做的事 几个信条 其中有一条 求知识与世界 像是寻求知识 所以到了六十年代 日本就注意到了 这个丝绸之路 对他未来的发展 这个概念很重要 而且日本觉得这个丝绸之路 是隐含的 因为实际上我刚才 这丝绸主要是西方的 这些知识 这些文化 这些物资 这么过来 那么日本的就是 要向海外去寻求这个 所以他对这个概念 那也包括对丝绸之道 那些文化遗产 艺术文学 它都产生了兴趣 所以这样有大批的 日本的学者 专家去考察 研究 去创作 当时日本有个文学家 景尚清 他就写了两部 历史小说 一部就叫《思路》 还有一部《敦华》 这里岁数大一点的可能记得 当初我们八十年代初 甘肃创造了一个歌舞《思路花语》 后来我发现里面的故事情节 基本上就是从那本书里用来的 那时候大家也没有什么知识产业 不讲这个 基本这个情节就那里来的 那么以后呢 日本的大批的游客 到灯华 到砂马尔汉 到中亚这些人来 那么 日本人呢 后来当了联合国教育文组组 作总干事 联合国教育文组 英文建立UNESCO 那UNESCO呢 就下面由世界遗产局 就专门管世界遗产的 所以他们通过联合交通组织 世界遗产 大力推动丝绸制生移 现在路上的丝绸 都不是生成功吗 现在在海上生移 但是联合交通组织 他们专家跟我讲 他们希望就是 所有的国家 海上丝绸联合起来一起生移 现在还在办了 还没最后成功了 所以不仅是路上 那么到了1980年 日本学者第一个提出 海上丝绸的概念 这个概念是日本人提出来的 而且一度日本政府提的口号 是要重建海上丝绸之路 他不是为你中国建的 你想当时他的石油 主要依靠波斯外过去的 不言的马力海账 就是传统叫路马 他的资源 他的很多工业的原料 都是依靠这个的 这是他的生命线 那么日本的NHK电视台 曾经拍了大型的纪录片 就向世界介绍 丝绸之路 介绍灯黄 所以上世纪80年代 到灯黄的游客 日本人比中国人多得多 以后呢 联合教育园组织 又组织了大型的考察 一批专家学者 媒体的记者 从中国新疆策发 从陆路一直到欧洲 沿途报道 还有呢 有一路呢 从波斯湾坐着船 沿着印度洋 参观马六夏海峡 最后到了中国的泉州 是他们以联合教育园组的名义 认定全州是历史上 海上司徒策发地 在这个以前 全州本地中国也没这个概念 你不能回避这个事实 那么问题就来了 为什么 他们对司徒这么感兴趣 为什么这么一条重要的交通线 在中国长期不受重视 到了近代 还不是首先要中国人重视 什么道理 要是司徒之路 对中国历史非常重要 要是司徒之路 真是中国人自己开创的 那怎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 所以我们要了解 尽管客观上 张谦通修才有了司徒之路 但是张谦通修他本身 他不是为了经济 更不是为了出口司徒 他是军事政治的目的 原因是当时的皇帝汉武帝 他为了要彻底打败匈奴 我们知道汉朝刚刚开过的时候 匈奴人趁秦汉 自己的天下大乱 大规模的南清 又过了长城 占据很多地方 那么到了西汉初年呢 尽管好不容易把匈奴 赶到长城北面 但是呢 汉高祖刘巴 就曾经被匈奴的军队 包围在今天山西大同 好不容易再多维出来 因为汉朝初年 经济受到很大破坏 人口大减 在这个情况下呢 这人对匈奴采取一种和亲啊 那么经常只能是消费的防范啊 动不动匈奴军队 打到长城里面来 甚至有几次 西北匈奴人进来 离汉朝的这个长安 首都长安都不太远 所以到了汉武帝的时候 经过七十多年的接雷 能力务力都有了很大的增加 所以汉武帝呢 就主动的发起对匈奴反击 并且取得了几次很大的胜利 但是因为匈奴是游牧民族 他主要的军事力量是骑兵 托弃性 攻击性很强 而汉朝呢 守着漫长的边界 经常防不胜防 故事是背 刚刚打了圣战 匈奴又什么 从什么脱坡进来 烧射强烈 等到你反应过来 他又跑了 所以汉武帝呢 一直在想办法 能够彻底消避他 打败他 这个时候呢 他从匈奴的俘虏里面 摇解到一个情况 原来在几十年前 曾经有两个部族 一个是悦知 一个是乌孙 他们本来都是生活在 齐连山的西断 但是匈奴的打击 要不下面 不得不迁移 那悦知人呢 迁到了围水 也就是今天阿末后流云 但是他们因为 尽管人数不多 势力强大 居然征服了那里的大厦 成了大厦的主人了 那么就迁到了 今天阿富汗跟伊朗 是东部这一带 那么另一次 乌孙人呢 迁到了伊利河流云 就今天新疆的西部 跟哈萨克斯坦东部 所以汉武帝想 如果我派人去 吸引他们回来 回到齐连山西段 那么当时约好 我汉朝的军队呢 从东面 他们从西面 两路驾攻 而齐连山 北面 是沙漠 那么兄弟 一边是高山 一边是沙漠 你两路驾攻 那么就可以 治他们一死地 所以他要派人去 但是呢 找不到人 因为汉朝人 根本不知道 齐连山西面 是怎么回事 也没人敢去 那么他就 公开招聘 招某谁也一起 那么张谦响应 张谦其实当时呢 不过是朝廷里面一个朗官 朝廷里占朗官有好几百个 等于我们中央部门里 一个处长 本来人不到他的 那么他愿意去 那么汉武帝就认为 认为他为特使 然后他就 给他这个任务 果然这个任务太难了 因为当时河西走廊 还是匈奴人控制 所以张谦一离开汉朝 不久就被匈奴人考虑了 抓起来 匈奴人由于自己人口少啊 所以他对汉朝的人 不管是投降他的 还抓到的 还俘虏的 甚至有的是战败 被抓的 不管怎么样 他都不杀的 但是给你任务 马上在那里结婚 生孩子 这个增加人口 那么张谦呢 也是匈奴把他扣留 好 在那里安家 十年以后 匈奴人看张谦 已经在那里 有了孩子 成了家 所以已经放松 对他的监控了 但张谦呢 用我们今天话讲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他记住我这个干嘛的 所以他 去找到了原来带出来的向导 摆脱匈奴控制 继续吸引 终于到达大厦 他在大厦待了一年 但是没有办法说服 大厦的国王 再愿意回到齐连山 当然人家不愿意 你看今天的阿富汗跟伊朗的 这个东部地方大 又是在阿波后留约 物产丰富 人口多 坐着好好的回去干什么 所以张谦无功而返 回来的时候 回来的时候 他为了怕匈奴的阻止 跟齐连山掐人的地方 想穿过 结果还是给匈奴抓住 又扣了一年 等到匈奴自己发生内乱 他曾经逃脱 13年后回到汉朝 虽然他没有完成 汉武帝交给他的具体的军事 政治任务 但是他在这13年里面 留心的调查 了解 所以他对虚的情况 基本都掌握 而且这些的是汉武帝跟汉朝的大臣 以前从来都不知道的 所以他跟汉武帝做详细汇报 张谦告诉汉武帝 西约地方很大 有几十个国家 大的国家有几十万人 小的只有一两百个人 这些国家中间 有的是龙根的 有的是油墨的 还有的做买卖的 有流动的 有定居的 定居的有很好的城 很繁荣 因为汉武帝本来以为 这些地方都蛮荒之地 要他干什么 现在听张谦这么一讲 那么他越兴趣了 张谦又告诉汉武帝 西约各种好多物产 汉朝是没有的 比西约生产葡萄 那葡萄的可以酿酒 酿的酒放多少年都不会坏 所以西约的富人 比谁家里财富多 就比谁家的葡萄酒 质量高年分酒 数量大 就比这样 还有 像大碗国有一种天马 这个马不但跑得飞快 而且出的汗 红颜色像血要叫汗血 这个马一定要吃一种墨絮 更加新奇的 他告诉汉武帝 区域有种大的鸟 一个人高 那个鸟生下的蛋像个小的酒坛子 是什么鸟 头鸟 你想这样好的地方 而且 皇帝喜欢的酒 那里都有这么的 所以他有兴趣了 所以在第二次 在汉武帝打败匈奴 都起河西走廊以后 也就在公元前一百十九年 又派张庆第二次出事 这次出事给他两个任务 一个任务呢 还希望他去把穆斯林招应回来 但是另一个任务呢 因为汉武帝知道有那么多的小国 就让张庆和他的副手到这些国去 去宣传汉朝的强盛富裕 要求他们派使者到长安来朝拜 来服从他的统治 有当时的皇帝 认为自己应该天下的最高统治主任 以前不知道你们 或者以为你们那里都是太穷 现在知道了 好 皇帝要叫你们去朝拜 那么怎么吸引他们来呢 这句话很重要 金币破值数千几万 那他带上金币 还有呢 破 破是什么 丝绸 带了很多啊 架子几千万到上亿 那为什么带丝绸呢 这就因为张庆第一次做事 失业建立的经验 首先失业是没有丝绸的 你没有东西赏识给人家 那当然人家才稀罕 另外呢 张庆指导像这样长途跋涉 长途印术 这又像丝绸这样 本身价值高 但是分量比较轻 经得起长途印术和长期组成的 这样的物品才是最合适的 我们现代人恐怕不理解 古代这种长途印术的困难 要知道在没有机器交通工艺以前 无论是一个人 一头牲口 他本身的负债能力 总是有限的 特别是这种长途的印术 而且另一方面 他的有效的负债更少 为什么 因为这样的路时间长 而且沿途没有现在的 像这样后勤供应的宝藏 那么他无论是人身口 他首先要带的 不是商品 而是自己要生存下去的 粮食 其他的用品 衣服 卧具 甚至水 那么这样你说他腾出来多少还可以带东西呢 所以汉朝曾经有人计算过 秦始皇当时要把粮食从山东印到核套 在那修长什么 内蒙古籽 印山南面 这个印书的比例 有效比例是多少呢 六十分之一 也就是说六三大粮食 从山东印书 最后到那里只能留下一袋 其他五十九到哪里去了 吃掉了 对吧 他沿途过去 这个背腹也好 这个那么身口们还是要多的 你这 还有你到那里不能钱留下 还都带一半 回来 否则回来不饿死了嘛 所以真正能留下就这么一点了 所以张杰你想 你带其他东西怎么行 所以他 当时他 肯定是他建议的 带的主要是丝丑 丝丑你还 哪怕一小片 人家看了还稀罕 对吧 那么这样呢 客观上就把大批汉朝的丝绸 运到了张杰和他的副手 道过的这些地方 所以尽管张杰的第一个使命 还是没完成 乌生的也不肯回来 但是呢 第二个使命完成得很好 张杰果然带回了一批 西约那个各个国家的使者 那么那些使者 那些当地的君主 为什么愿意派人来呢 要知道当时 没有联合国 没有什么国际法 也没有什么国家平等的概念 一小国 他要生存下去 不得不依附于大国 原来这些人要凶奴的控制的 现在汉朝来了 而且你看 又 礼品又送来了 那当然了他们乐意啊 反正他总要依靠 不是依靠这个队 否则他也抵挡不了 那么这样的 一批使者都来了 那汉武帝一看就更高兴了 所以从张杰第二次回来以后 他几乎每年都要派出大批的使者 多的是一定要批十几批 大的使团几百上千人 那每个使团都带上大批的丝绸 其实吸引更多的外观 使者来 所以史书上出现一个词 而谢主席在论坛上也引用了 叫使者相望已到 这个使者前前我都看得见路上 路也不急 那么每一批使团都带着丝绸 那么这样就大批的丝绸倒了去 当然这些都不做买卖的 都是免费征送的 对吧 所以最后到汉武帝晚年 发现河库里空了 所以他曾经后来自己下了个招书 这个检查查面搞得太大了 所以宣布从此要搜索 不要再做这个事了 成绩这样 那么如果人家不听怎么办呢 不愿意来怎么办呢 不愿意他就打他 要动你的 比如汉朝的使者到了大碗 说皇帝喜欢你们的天马 那现在黄金都带来了 你们把天马献出来 皇帝的黄金就赏赐给你们 结果大碗人不要 我们天马怎么好跌离 而且大碗人又何计 汉朝离我们那么远 难道他会打过来吗 怕什么 汉武帝得到汇报 果然调动十几万大军去进攻 要叫他们叫做天马 因为大碗人死守的那个城 十几万大军 居然打不破 大败而回 汉武帝更加生气 下令关闭运门关 不许这些军队回来 然后再调解军队 第二次进攻 才把大碗国争复 那么天马呢 他们不得不献出来了 为了养这些天马 又把墨血也引中 天马这么来的 那么有的人说 这不是清流流的吗 要知道当时世界上是没有这样 今天我们讲的国家之间平等这样的概念的 恰恰是因为汉武帝动了这个脑筋 所以才开始以后去控制新疆 本来汉朝到越门关为止了 但是因为要去进攻大碗 就今天哈萨克斯坦东部 那么要 你看你先地图上看 要新疆还更远的地方 那么这么多军队过去 要维持这交通性的安全 那么开始在灯黄以西建风火台 建一些基地 后来为了保证粮食供应 干脆在今天新疆 淹起这一带屯田 因为粮食运气很困难 那么就在那里 拼了有人来生产粮食 资源前线 那么以后为了保证这一带的 这条交通线 因为大碗国这是政府的 是不是他一定都得需要 支援经典在那里 那么这样才在公元前六十年 就是淹起为中心 设立了西越多福 所以我们看历史 我们前面的看 要是汉武帝 和平 你不给就不给吧 说不定中国的边界到现在还在灯光 那么这么多石头到了西越 西越很多的小国也舍不得消费 恰恰西越这一带 自古以来就是 做那些长途翻译商人的 因为他们本地资源有限 有的就是小小绿洲 人吃饭 活下去就不错了 你要再去发财 哪里来闹 长途翻译 中间绿洲跟绿洲相似很远 条件很艰苦 都是戈壁 荒漠 有的高山 那么你这个翻译的话 利润肯定就很高 所以他们这批精明的商人 一看到这么多丝绸 就继续把它翻译到中亚 波斯 就今天伊朗 以后进入罗马帝国 一进入罗马帝国 这就是个大的不得了的市场 你想罗马最强盛的时候 它的地方是包括今天的意大利 法国 西班牙 葡萄牙 还有英国的大部分 再包括中亚 中欧 巴尔干半岛 爱情海周围 希腊 再过来小亚西 就今天这个 那个土耳其 再过来中东 伊拉克 叙利亚 黎巴勒 约旦 沙特 阿拉伯大部分 以色列 然后从整个北非 从埃及到摩洛哥 全是罗马 这么大地方 这么多人 而且中间是地中海 这个贸易兴盛 交通相对讲便利 那么他们得到了 从来没见过的丝绸 这个需求是无限的大 所以在罗马帝国 丝绸始终是供不应求的 经常他的价格比黄金还贵 从皇帝到平民 都把他作为 自己的身份 财富地位的象征 所以呢 就维持着这条丝绸绸路 总有一批人 不为艰险 甚至不惜生命为代价 好多商团 商人 走走走走 以后就消瘦伤不理了 对吧 但是为了高额的利能 前赴后继 那么把中国的丝绸放过去 那么大家又问了 既然有这么强劲的丝绸 能够获得那么高的利润 中国人自己就不知道吗 中国商人为什么不做 中国政府为什么不重视啊 今天看来不可思议 确实历史的事实 因为中国早期的文明 是在黄河流 黄河中下也发展起来的 那里的条件 是非常适合早期农业 因为是黄土高原 跟黄土冲击的平民 土壤输送 而且只刚刚开发土壤 也肥沃 那么到了平衍市凌晨一大片 所以在这个条件下面 人口增加的快 而且呢 有统一的地理基础 它不是像希腊 一座座山各开来 那么经常到后来 多一个城邦 那么中国呢 一大片 黄河太阳在移动 全部一大片平原 又这么容易开来 所以呢 中国人在这个条件下面 也产生一个错觉 认为自己是真正的天下之中 认为天朝我们无所不由 因为这个自己 这些土地生产的粮食物 只做够养活自己的人口 能够自己自作 对外界是没有需求的 所以你看连古代黄河流人 连迁到江南 南方都是被迫的 不会主动迁的 一定要发生战略 或者北方 就是来了他们才迁 都认为这个地方 天下是好得不得了 时间一长呢 连了解外界的兴趣都没有 所以中国的史上 没有什么人主动跑到外面 去什么寻求资源 财富去考察 去去探险 没有的 一个都没有的 以前我们把张骞成为旅行家 张骞又不是旅行政府 叫他去的 他探险 探险是为了完成叛武帝 给他使命啊 完成又太去嘛 对不对 我们说以前不是贤障大旅行家 贤障客官上是个旅行家 但他旅行干什么 他为了取经呢 取得经回来 唐太宗教做官都不愿意 对吧 翻阅佛经 要弘扬佛法 所以唐太宗教的事 那么好 你不作怪 你总得把你的经历写下来 让我们也知道吧 那么这样在皇帝的命令下面 他还舍不得自己花时间 有他口述 有他的学生把他记下来 整理我们今天看到这部大堂学记 习主席在一带一路的论坛上面 呈现立即的世界三大旅行家 一个是马可波罗 还有一本白图态 卡拉伯人 第三个呢 就是唐朝的杜环 他还写了一篇金行记录 他的历程 从表面上杜环的确称得上 一个大旅行家 杜环老家是西洋人 他跑到了阿拉伯 在那里待了12年 中间还到了北非 今天的埃及 埃及埃三国边北部 以后又坐着阿拉伯厂 回到广州 再回到他家乡 并且写了一篇金行记 介绍他的经历 现在还留下一千多个字 但是杜环怎么去的 原来是在公元751年 杜环作为部队的文书 跟着唐朝的将领高先知 出身 达到今天哈萨克斯坦江布尔 在那里遭一大阿拉伯巴 是王朝的军队 高先知大败 全境覆没 他自己带着少数人逃脱 包括杜环在内的几万将士 不是被杀就是被俘 杜环是被阿拉伯人俘虏带回去了 因为他本身的文书有文化 再讲阿拉伯人 很优待这批俘虏 因为阿拉伯人在俘虏中间 发现了一批造纸的工匠 跟他们学会了造纸 所以杜环待遇在阿拉伯 周有利国待了十二年 后来又说阿拉伯才回来了 回来的时候呢 他的唐硕妇杜环 是当朝的首相 正在逼一步通点 那么就把他指尔指尔文章放在里面 要否刺出 哪有什么度还 所以他最多是个被动的旅行家 对吧 因为中国就少这种主动 到外面去 看也没有这样的人 没有必要 那么大家说这个 难道中国的商人 也不懂得去挣外国钱吗 一方面是不懂 另一方面懂得也没有 为什么说一方面不懂呢 因为中国历来 是没有一种外貌的概念的 你看西方那些国家 有的最开始就叫外贸 有的海盗就去抢钱 那中国没有这个概念 为什么没有这个概念呢 天朝什么都有 要买你外货后去干什么 另外普天之下都是我的 因为汉武帝当时期 要这个天马 他这马本来就是我 天下都是我的 以前我没有知道 现在就这个意思 如果你有什么东西好 我怎么能够买我自己东西呢 你不过是带皇帝给我管的 你应该把这个贡献上来 如果我接受你 这是给你面子 你别用 这是这个意思 所以中国历来 自己说朝贡 谁给你做买买的 因为到1792年 英国的使者马盖尔尼 到北京建造乾隆皇帝 英国的目的 是要求乾隆皇帝 多开几个通商口案 同时呢 希望派代表常做北京 代表他们的贸易事务 结果乾隆皇帝还认为 他们是来朝贡的 认为这些送他的礼品都是贡品 还叫他们 这次我破例收下来 下次可不要来了 就还这么个概念 那么这样的朝贡 为什么能够长期存在呢 周围有些小国 基地很高啊 比如像日本 在明朝清朝 巴不得到中国来朝贡 你不同意他的朝贡 他的做工是请求 同意他的 你同意他三年来 一次不行 要每年来 你批证他来一百个 他最后的两百个 你批证两百个 他最后的三百个 什么原因呢 因为历来的皇帝 是只讲政治 不讲经济的 天朝有的钱 你只要态度好 你主动来贡献 那么给你的赏识 一定要比这个东西的实际价值要高 显示我们的大度文明 你是满意穷人 我不跟你计较 你态度好 那么好 都给点 是这么意思 比如当时日本人朝贡 他要享受几大好处 第一 只要他是经过批准的朝贡 一进中国 传一上岸 赐贺全包 对吧 你自己做买卖 哪一只要贴 第二 这些所谓的贡品 实际上就是 比如日本人贡什么呢 日本生产的刀 日本练的白银 这个程度很高的 日本的纸 还有日本的扇子 特别女人的用的弹扇 所以日本都做得很精彩 好 最后来 其实这个普通商品 念书和格 马上给他赏赐 叫回赐 回赐的 无论是给他钱还是物 都大大超过 这些商品本身的价值 第三个好处呢 他回去的时候 不管买多少东西 一列免税 所以官方这样操控的 那么操控的 当然丝绸的 都作为礼品的 不是卖的 那么中国的商人 为什么也不去做外贸呢 因为大家说 商人的社会地位 是相当低的 我顺便问一下 为什么中国把做买卖人 叫商人 商人的商什么意思 很简单 商人商就是商朝人 商朝人怎么会做买卖呢 这是因为商朝 没完以后 周朝人把他们 看成是滴对势力 为了防止他们兴奉之浪 就把原来 集结在商朝首都这一代 那批商朝的贵族官员 那批精英 通通把他们 要送到河南洛阳 因为这河南洛阳呢 是周朝在东方 兴建的一个据点 那里有官员 有精灵 便有控制 不许他们乱说乱动 那这批人到了洛阳呢 也解决自己的生机 财产都被你剥夺了 你这怎么过日子呢 另一方面 这些人的确是 头脑灵活 数字高 他们发现洛阳有个 很大的优点 因为地位是中 而且到四面八方 都已经有道路了 所以呢 他们就开始 把洛阳的货 放到外地 然后在外地 把货放进来 就做起买卖来了 时间一长呢 成功了 那么所以呢 就把这批做买卖 让商朝留下 商人一直降到现在 可见他们一开始 出身不好 而且社会地位一直低的 历来都对商人 都有限制 都有这 比如说秦始皇的时候 规定商人 跟所有人一样 要登基户口 但是呢 商人是单独有一本户口诈 这是商界 那么登基在商界上的人 成分是不能改变的 儿子孙子 还是商人 商人的地位 只比犯人高一点点 比如他 这个蒸发牢业兵业 正常的老百姓不够了 那么就开始蒸发犯人 犯人再不够 那轮到商人了 是这样的 汉长初年呢 也是这样 汉高祖曾经规定 商人 不许穿丝绸衣服 虽然你们有钱不配 穿丝麻布衣服就可以了 商人出行 因为当主要交通 就有车 当然你不能不让他坐车 但是规定 只能用矮码 瘦码 小码 不许用高拖大码 对于我们汽车 刚刚出来 工人比较紧张的时候 你私人 可以买车 私人小排量 差不多的 所以你看历来讲 各界成四龙工商商人排在最后的 而且商业也不受重视的 历来的官业 特别当楼家思想成为争夺思想的时候 那成为商事 建业 摸业 龙才是本 而且还有一个最大的限制 中国的老百姓是不能随便到边疆地区去的 像汉朝的时候 你要到河西走廊这一带去 不不不 唐朝也是这样的 当年玄奘去几经 走到甘肃瓜州 边境到了 不能出去 他为了求法兴契 那么冒险 夜里面 闯关 结果被抓住 幸亏那个边方长官 自己信佛的 知道这个情况 偷偷把他放了 这正常就不能出去的 那么海上呢 海上到了明朝以后 是经常实行海禁的 一直警示不乱地下去 对吧 清朝初年 为了防止大陆的人跟台湾的政策公政权发生关系 要期待他的人的资源 不值得资源 就下令迁海 照理说台湾你要迁海把福建迁一下就可以 居然从辽东半岛一直到广东 雷镇半岛 整个中国海岸规定老百姓全部内迁 二十里到五十里 而地方官呢 为了政治正确都往大的 有的五十里都不止 那还有什么贸易呢 中国历史上只有元朝曾经短时间 同意甚至鼓励民间海外的贸易 其他时候都禁止的 比如宋朝的时候为了增加财政说了 同意 那商人可以沿海做买卖 但是规定不许到日本朝鲜 那只要就是沿海 所以我们以前讲 我们中国哪个港口啊 比如上海的青龙港啊 宁波什么 海洋这个贸易发达 这都是人家来的 不是我们去的 所以这样的 正因为这样呢 我们要明白 中国历史上面从来没有主动利用过石头 也很少从石头之路获得利益 经商的人主要是中亚的 还有苏托人 就今天的费尔干纳彭蒂 哈萨特 是乌兹兵斯坦这一代的人 还有回霍人 就今天维吾尔人的祖先 他们原来的蒙古高原 公元九世纪有昨年签到了新疆 还有波士人 今天伊朗这一代的 那么最成功的最多的是阿拉伯人 所以很多外面来做买卖的船 不是中国的 到现在我们还没发现 一个船是真正有中国人掌握的 别的南海一号 发生到现在 现在是已经造了一个博物馆 边展示边清理 我曾经问他们到底这个船是谁的 估计是外国人的阿拉伯人的 为什么 因为船上发现的瓷器 几万件清理出来 那都是一般的日用的瓷器 但是发现了金银首饰 完全是伊斯兰风格的 那估计这就是船主的 那么习主席在一代论坛上提到 黑色号船船证明中国以外国的发达 不错 但是黑色号船船是谁的呢 也是阿拉伯人的 这时候传身上世纪 在印度尼西亚发现 并且打捞成功 从上面清理出 六万多件福建生产的瓷器 另外还有很多铜钱 这个铜钱上面的年号 都唐朝后期的 证明这艘船是唐朝后期的时候 但是船主是阿拉伯人 所以中国印了这些东西出去 那为什么到印度尼下去呢 估计就是因为它货物卖掉以后 换来的铜钱还有多余 所以呢再到印度尼西亚 怎么买上香料胡椒 再印回阿拉伯 的确是证明当时唐朝外货化的 但是外货主体不是唐朝人 是阿拉伯人 那为什么连海上丝绸之路 都这个情况呢 这个就要我们看看 海上丝绸怎么形成的呢 实际上我们现在讲航海 航海它其实它本身 不是一个手段 也不是仅仅是个技术 还是个需求 对吧 你如果不需要那么去发布 在干什么呢 还有你如果航海没用 那么去干什么去呢 实际上在公演出西汉末年 汉朝的死者已经通过航海 到达了黄之国几不成国 就相当今天斯里兰卡冰冻 而且汉朝朝廷里面呢 有专门负责翻业的仪式 但是以后就没有了 什么原因呢 不是说汉朝没有这个技术 也不是技术倒退了 没有必要 到那里去有什么东西 汉朝没有吗 发现基本上都有的 那么当时为什么跑那么远呢 其实是因为王马 他已经这证 他希望要取代汉朝 然后呢要造舆论 他一方面国内派出人 到哥里收集歌颂他的民谣诗歌 收集了几万首 他觉得还不够 要派使者跑海外 又跑得远 最好搞一些什么 从汉朝没有的东西来 结果呢跑到那里 抓回来一个活犀牛 那这种事情 拿命伤财 花很多钱 这个派很多人 最后呢 这个没有什么需求 所以中国就像我前面讲的 人家航海都是有目的的 都是为了挣钱 为了做买卖 为了找殖民地 中国人没有这个目的的 所以这个海航 尽管公元初已经很发达 以后就没有什么积蓄的 那么阿拉伯能为什么 搞到海上去呢 这是因为公元755年 唐朝爆发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是今天北京 在那里叛乱 那么他的目标是要达到 长安西安以及洛阳 都起唐朝政权嘛 所以唐朝的军队就从南方调到北方 西部调到东部 来对付叛军 这样一来唐朝在虚悦 兵力空虚 那么藏着的祖先土坡人 就趁机就扩展到今天的新疆 河西走廊 把这也都占了 那么这条石头桌就断了 那么阿拉伯能还是有需要 所以他们就利用他们的航海技术 从海上 三国马六峡海峡 到了中国的广州 泉州 宁波 扬州 山东的登州 哪里方便就到哪里 那么海上路通了以后呢 他们发现 经济效益各个方面 比陆路好得多 首先你看那个海上的船 一个艺术船 载的货很多 像瓷器 现在发现的都是几万件 甚至一二十万件 那你一个骆驼一匹马 能备多少东西 那么货量大的话 那么当然运输 运价就便宜了 而且当时船 又不要烧油烧煤 都是根据风 根据洋流 其他这么多货是运过去 那当然运费便宜 另外呢 阿拉伯能还有意外的发现 因为当时船是木结构的 本身比较轻 那么到海上呢 颠簸笼甚至能够翻掉 阿拉伯能为保持重心稳定呢 原来是在底下 密封放一层水 水密封 还或者呢 干脆放一层石头 增加它的保持重心稳定 那么到了中国以后 发现这个外面的卖的瓷器 那么便宜啊 干脆就不再用水 用石头要藏 而是买上瓷器 在那儿要藏 到了那里又是商品 照样可以挣钱 所以为什么现在发现的那些成长 都有那么多持续 它一个就放在下面 代替一下仓内 这个钱不是白挣的吗 更加重要的是 二死之乱以后 北方长期战乱 经济衰落 南方经济发展 经济的重心移到南方 所以当时能够出口的物资 基本上都已经在南方生产了 比如说瓷器 唐朝的时候 福建 宋朝的时候 在到江西 比如茶叶 唐朝的时候 接散地 在福良 就今天锦德镇这一代 宋朝呢 福建 广东 这里都开始都有了 丝绸呢 南方更多 所以这些物资 在南方 有的就在沿海 直接张上船 那么当然经济效应高了 本来的话 要做陆路 所以到了 以后 陆路交通恢复 这条丝绸再也没有回去 所以我们作为丝绸绸绸绸 现在大家一概念 从古代到现在 没有这个事 安死自然以后 洛杉的丝绸就不成 以后西方人再讲到 公元八世纪以后的丝绸绸绸 那只是指今天的新疆 中亚跟西亚之间的同样 也是不再是指中国内部出去的交通 因为这个路线都在大海上 而且这也没改变过 阿拉伯能衰落以后 那么欧洲就期待它 一到今天 世界上外贸 百分之七十以上 都是做海运的便宜 对吧 你再上沿上 你这运飞成本 能降低 为什么不降低呢 那么就是做海运 那么海上四处呢 还有一个好处呢 就是不仅可以从中国进口 也有利他们出口 你来的船是空的嘛 那么你做作用 那么这样呢 其中最重要一个就是 生产青花池的原料 产在今天阿富汗伊朗这些带的 含金属骨的青金石 因为我们讲青花池 那个青的颜色 就是要靠青金石练出来的 本来呢 因为没有这个原料 所以生产不出高质量的青花池 那么这现在有了海运 就大批优质的青金石 运到了中国 所以这个青花池的质量 这样一来一高 而青花池呢 又是阿拉伯人 穆斯林他们说最喜欢的 所以到了原朝 青花池成为一个主要的外销 主要是外销的 销到阿拉伯 所以今天我们说世界上最好的青花池艺术品 收藏最多的 第一是土耳其的伊斯坦布朗皇宫博物馆 第二是伊朗德黑兰的伊朗国家博物馆 那里是最多的 这证明了当时中国外销的 但是大家明白 这个同样海上是做的 更加是完全有阿拉伯人波斯人开闭上空的 到现在我们发现 没有发现 有名有信的中国什么船 或者自己出去走外边都是他 所以到唐朝后期 广州城里面已经形成 阿拉伯人波斯人技区的国际社区 当时名字叫番法 里面的管理的长官叫番长 唐朝后期 广州城里有十万外国人 这个比例比今天 广州的非洲人比例要高得多 像泉州从唐朝后期到元朝 在国际上都是以他的阿拉伯的风情 文明的 基本是阿拉伯化的一个城市 里面大批阿拉伯人 波斯人在那里 对吧 日本人曾经研究过 说唐宋朝的士博士长官 这个士博士相当今天的海关跟外贸局 那个人叫普朔根 他们研究一下普朔根本人就是阿拉伯人 那么我讲了这些以后 大家就可以明白了 这个士博士族既不是中国主动开辟 也不是中国方面所掌控的 甚至中国也没有从海上或者罗上司卓住了 或者直接的经济利益 当然客观上还是很多的 因为大量的外来的物质物种商品概念 甚至包括早期的副教传道 中国主要的确是从司卓上来 但是基本上都人家主动散过来的 那么既然这样 我们为什么现在要提一带一路呢 一带一路跟司卓之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一带一路 它并不是从历史的规律出发的 它完全是今天现实的需求 不过是借用了司卓这个名称 那今天我们为什么 中央要提出一带一路的倡议呢 而且大家注意到 一开始媒体上都称为战略 以后中央规定不许再提战略 所以习主席在布尔亚索论坛开始 也包括最近的人 他一直强调这是我们的倡议 到底是为什么原因呢 我希望大家 从中国的实际来看一看 那就这些原因 首先WTO 我们今天中国有那么大的财富 能够稳积世界经济第二 能够成为世界最大的 这个抽口国 第二大进口国 靠什么 当然 根本的是靠我们改开放 但通过什么途径呢 那就WTO 我们可以比较比较看 参加WTO以前 我们中国外汇 最多的时候是1900亿美元 现在多少 最近是三万一千亿 最高到过四万亿 这些哪来的 不是中百万这来的吗 对吧 当初朱隆基总理曾经讲 我们什么时候 中央财政能够有一万亿人民币 我们日子就好过了 现在多少 十几万亿 二十万亿 大家不要忘记 当初参加WTO 朱隆基总理 激励主张一定要参加 不少人骂 这是卖国 美国人出这么苛刻条件 我们人答应吗 这个WTO当时跟美国人谈 几次都谈不下去 最紧张最后一次 美国的谈判代表 巴尔索斯基下的最后通电 他把行李拿到会场外面 告诉中国的方面 我已经推迟三次航班了 这次再谈 谈不正 马上走了 在这个时候 朱隆基总理问 我们的谈判的代表 外贸部副部长龙永图 你看美国人想不想谈成 龙永图是想 他们到北京以后 已经在核对两千页 这文件 做条件核对了 要他们不想谈成 做这个准备干什么 好 既然中文是他们想谈成 我来谈 这种就跟他们谈 很简单 还有中美之间 还有十几项 谈不了 然后中文就好吧 我们一个念 念第一条 好 我们中国放弃 行了吧 第二条我们放弃 龙永图看着记得不得了啊 一直做首饰 然后写条纸给朱隆基 不行啊 不能让步啊 这国务也没有给我们授权 朱隆基 看看龙永图 你不要提条纸了 我来决定 等到一半念完了 全部放弃 然后中文就说 好 我们中国已经放弃一半 剩下一半 请你美国放弃 巴尔索夫斯基 都知道 大家已经到顶了 好 我们放弃 几分钟 谈判结束 然后我们就宣布 中国可以参加WTO了 当时很多人不理解 WTO是规定一对一谈的 你现在刚跟美国谈好 还有那么多国家 你们怎么知道 就能够参加了呢 其实最苛刻的是美国 那么美国都解决了 现在当然就解决了 再说美国的影响 你不是其他 这个量最大吧 所以有一个领导说 一下子跟你们讲 不明白吧 就这么说吧 美国是党委书记 那么他就明白了 对吧 这个你跟党委书记 都谈害怕 这行 这果然以后很胜利 所以我们看到 朱镕基总理 当时中央做出戒策 不屑这个代价参加 是对中国的教育 实实在在的好处 但是现在呢 维持不下去了 因为15年到了 照规矩 这个当时讲好 15年以后 欧洲美国要自动承认 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结果他们不承认 非但不承认 还不断的进行商反调查 调查你清销 调查你什么政府补贴 原因就是他们说 你中国享受了W好处 没有履行你的义务 你讲好汽车要跌到15% 对你现在还是25% 你讲好要前面开放 你的货物市场 你到现在都没 货物贸易你开放了吗 你外资金号 你现在控制49% 你当时怎么答应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里 你不是中国不想 维持不下去了 美国还扬眼 这还不行我还太吵 对吗 它根本不从这些 其实这一点 欧洲跟他美国人压概 当然我们内部自己检讨 我们有些的确没有做到 所以你看今年开两会 马上通过保护外商投资法 对吧 李总理基础保证 我们今后你外资企业 不会降普你交错技术 然后我们去年就宣布 现在马上开放 外资银行不再受 49%影响 可以超过50% 甚至可以全资 最近批了几个全资的 但我们宣布要加快开放 货物贸易的 但是为什么我们不敢开放呢 你想想看 很多如果完全开放 我们现在有些包括金融 包括这些保险什么 我们竞争得过它吗 对吧 所以正因为这样 在奥巴马当美国总统 他已经美国带头 要组织TPP 这放太平洋贸易伙伴 那么这个呢 把世界主要过多 太平洋贸易 你看加拿大 美国 墨西哥 巴西 智利 然后就过来 韩国 日本 新加坡 澳洲 新西兰 那么越南什么 都把世界卖过多包里面 TPP的目标是 进货 零关税 但是没有拉中国 拉了中国 中国也肯定不同意 为什么呢 他拉越南 但是给了一个条件 必须保障工人的权业 什么权业 要容许工人组织 自由工会 如果找中国 中国业营吧 我们要加强 党对工会的 绝对领导 你什么减着 自由工会来聊的 对吧 我们内部一日总继经营 当年波兰 就是没有正要的 那个所谓自由工会 这个团结工会 就共产党自己 给他搞垮台了 但是如果我们不参加 越南参加了 越南可以 零关税的在这块 叫贸易 那我们 越南的劳动力成本 是我们一半 对吧 你在关税 我们有 他不需要 那这对 还不止越南了 还有其他国家呢 尽管TPP没有搞成 但是现在 没有美国的TPP 也已经组织起来了 而且好多国家 在进行自贸谈判 自治贸易 自贸的结果 就相互取消关税 那么这对我们 也是个很严重的挑战 所以美国 这跟我们贸易的谋擦 不是一天的 实际上早就在借垒了 还有第三个因素 我们借垒了那么多美元 这美元怎么办呢 放在那里 放在那里 等他扁着 而且钱不花 各在等于费子 对吧 那什么花呢 现在全世界 花钱的一个主要 放在美国 买美国债券 有的人说 是我们借钱给他 不是借钱给他 老上下就想 要他这个相对 比较稳定的利息 你抽了这个 有什么办法呢 有的人说要多元化 好一步去买了日本债券 日本债券 结果日元币 美元匹子还快 那么有的人到欧洲 欧洲现在 银行是付利息 你给他钱 要给他付手术费 对吧 那怎么消化 这个四万一 同时人民币要过计划 人民国计划 打得很好啊 但是另一方面 你想人民币如果 真的完全过计划了 那中国难道 还能够像以前这样 来躲避国际上金融危机吗 所以我们为什么强调 人民国计划要慢慢一步步进行 不能太快呢 那么一次同时呢 我们现在国内一方面 我们建成了全世界最完善的工业体系 联合国 开出来的那个工业商品没落 所以中国我们是全部人生产 美国都有些都不生产 他不生产 他不生产不了 他认为这个 没有利益 没有利益 所以他有些他都不生产 我们全部人生产 但是同时呢 我们已经造成了严重的产能过剩 在世界200多种商品中间 中国的产能都超过一半 这都基金90% 有哪些呢 有一次张高丽副总理那个跟我们搬着手指上 都很惊人的 譬如说粗缸 水泥 平板玻璃 普通家电 手机 造船 汽车 发电设备 发电 煤炭 这不得了啊 这些东西 有的都是 不要说 多少年 有的时候都可能都消化不完 而且更严重 这些过剩产能还在进一步增加 比发电 是美金潮 还各地方 为了地方利益还要拼命地减 像汽车 前几年已经各个大汽车公司 自己自动减产 你不减产 这个汽车出来 如果不卖掉 资金 土地 而且汽车几年 最后就包废了 造船 我们现在超过一千万吨 但是能够接到这订单 我估计大概也只有不过六千百万吨 对吧 那么产能过剩 我们要去产能 但是怎么去产能呢 你去产能 如果光是被 那已经很大的负担 一个电厂不生产 那连来的投资 怎么收回 有的高楼还要炸掉 还要处理这些 更麻烦的是 你要削减才能同时功能呢 所以 李中立有一次告诉我们 每削减一亿灯钢的产量 至少十万人下感 对吧 那么尽管我们产能那么大 但是呢 缺少 高端的制造 还有缺少自作知识产权 那么这次从中美 从中美华为事件 中心结果我们就看他明白了 命脉掌握在他手里面 我们中国的芯片 95% 也依赖美国 对吧 你看中心事件 美国给那么苛刻条件 最后 中心 100% 接受 你不接受不行啊 不接受 很好 他也不要你发款了 马上宣布弹弓 芯片这些东西 不败给你 那中心 马上关门 他给的条件 赔赏 发款14亿美金 还要一成4亿美金 放在那里 将来你又违规 随时扣 要派四个委员 常住在中心总部 所有数据都要向他公开 内部监控 你们有没有在违规 实际上你所运作 都在眼里面 而且美国发言 前一阵子宣布 把这些四个 合规委员的任期 延长到2025年 同时 所有中心高管 全部开除 永远不得返回 最后早接受 对吧 我们高铁 当然很了不得 但是你知道高铁 也并不是从我们 从头开始 延长的了 高铁始终分别 从日本 这个德国 法国 这三个世界高铁 最先进的国家 分别买进 关键的设备跟技术 但是我们是买单的 对吧 他们当时 他们当时也不知道 你同时在买这些了 对吧 等到知道 已经基本都买单了 我们是堂堂正正的 所以没有人敢骂 我们什么 偷他之类 是买下来的 你自己愿意的 然后在这一手上 我们在 这样才 在短时间内 达到最先进 但是这样是 您做第二次吗 现在人家还可以买给你吗 比如大飞机 那么就只能一样买了 比大飞机的发动机 都是买美国机翼的 第一批 已经跟它订购一千台 也上五百架飞机 那么有的人说 我们自己造 那么容易 现在在研究 研制那个一片 一片还没成功 那么就算你造出来 你这台发动机 怎么通过美国 跟欧洲的试航 如果他不给你设航证 那你这个飞机 就没有要飞到他那里去 对不对 就是我们国内飞 你也要有 设立设航证 那这个是不东西 这个不是一天两天 做得到的 所以最近的芯片 也就是说我们自己来 那么我看到最近 宜光南院士 他这方面前卫 他的看法就是 即使我们现在开始 全力以赴 没有一二十年 是没有办法达到 美国现在水平的 因为这个不单是美国 比如芯片 现在能够加工 那么一件的 芯片的光刻机 只有荷兰能够生产 每一台 好几亿美元 但是 它倒可以卖的 但是供不应求 你得排队 对吧 所以这个问题呢 已经相当严重的 所以我们有的是 照着看表面 但你要看实质的话 这方面差距 不是一天两天可以改变 再一个因素呢 就业 李总理每次 做政府工作报告 都要强调 今年一年 我们要安排 一千多少万人就业 一千几百万 但同时 他马上会补充 今年大小毕业生 产业率是新高 去年是七百多 今年是八百四十七万 同时 他从去年开始 又补充一件 还有五百万张科生 你算算看 八百多万加五百万 这去了 那么剩下还有多少 所以大家一定知道 中央对就业是 因为你就业如果 不行 这个事业增加 那社会不稳定啊 所以现在很多 地方政府都规定 你如果不裁员 少裁员 另外可以给你补贴 你一定要维持住 但一致同时呢 劳动的成本 大幅度持续的增加 这也必难的 因为中国原来的低工资 那么现在你改革 要是民众享受 这个红利益 也都有获得感 获得感 最好就获得钱了 还有什么获得的 对吧 那你工资要增加 而且更重要的是 因为原来我们劳动者的是 没有普遍社会保放的 那么现在建立 这个保那个保 这个钱哪里来呢 对吧 公务员事业单位 政府财政破款 企业呢 就企业负担 所以这样摊到每个人 这个劳动成本当然也高了 所以我们现在 你说像上海规定 最低工资2000多块 但是企业的支出 还要加上 百分之近50的 其他的几个保障 所以我们现在的劳动力成本 是越南的越倍 越南是我们一半 是非洲的十倍 上海公布的最低工资的标准 已经超过东欧的波兰 塞尔维亚这些国家 那么另一方面呢 我们国家已经建成了外向经济 已经离不开国际合作 离不开第三方合作 离不开浙江 浙江经济离得个外貌吗 有一次浙江 有几个企业老板跑路 当地官员觉得 这经济得很好啊 怎么会跑路呢 原来一个很偶然的因素 美国西雅图码头 跟我们罢工 那这个罢工关键什么事 他原来是 他因为借不到银行的贷款 都是比较高的利息借来的钱 生产一批产品 那么订单来了 这个利益本身比较薄的 但是他计算下来还是可以做的 那么这些人在做的 一定要货到那里交货 人家收到货以后 才会给你打钱的 开的信用证要兑现的 结果货到了那里 码头工的罢工 那么在我们中国 你不应我找的那些 美国的法律规定的 如果合法的罢工 是不能干预的 所以他的纠差在这些 守着这个船上面 你不能老板另外找聘人的 不可以的 这犯法的 要等他们自己解决问题 那么好了 这货卸不下来 卸不下来当了 后看也说不回了 那么资金也断了 他不有那么上下游 所以最后找跑路了 你看现在不计上 风吹草动都会影响到我们 但另一方面 你如果中国现在 你作为一个世界最大的 车口国 是第二个进口国 你怎么能够离开 我也想离开不了了 对吧 而且我们现在 目标很明确 谢主席再上讲 中国要推动全球经济化 经济全球化 对吧 我们现在经济 离不开经济全球化 我们推动 当然再注意啊 不要一般提全球化 政治就不能讲全球化 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经济全球化 好 大家综合这些因素 你就明白 为什么我们要提议带入倡议 看出来了吗 一带入倡议 一开始主要搞什么 基础实施 为什么要搞基础实施啊 你要外贸 你要研究它 帮它建设 但这些国家呢 往往资源丰富 但是呢 缺少运输能力 没有好的港口 码头 公路 贴路 有的呢 像巴基塔呢 经常断电 缺少电厂 发电设备 像这个 那个 几个中亚呢 有些国家呢 它有很多油气资源 它运不出来 需要建输油管 对吧 那么有的呢 这个交通不变呢 需要建机场 或者不建机场 这些基础实施 这些基础实施 我们都能成见 那么这些基础实施呢 它没有灭钱 那好啊 我们四万亿美元 不能够动油了吗 这个如果 这要做得好 它的收益 绝对是超过 存在美国 买它的债券 这个钱也有用了 那么每一个基础实施 你们看看 无论是车载 码头 什么机场 都需要用大量的 钢 水泥 玻璃 加电 那我们的产能过剩的 不好消耗一部分吗 你比如造一个高速公路 那我干脆把水泥厂 搬到你那去啊 就地生产 产能不是可以 这个转移的吗 那么这些工程 都需要不少劳动力 那我们一步劳动 也可以去 有出路啊 对吧 所以带路 为什么先选择 建设基础实施呢 而且你看 一代 这个讲得很清楚 是经济的 就从新疆到中亚 你看 就是这些都可以 包括在内的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 我们进行过激合作 可以合法的 掌握 分享人家的知识产权 管理经验 第三方做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英国 他要招标建一个 英国最大的新克力角 核电站 中国参与 欧盟参与 日本也参与 那么好 在这个过程中 各包各 但是 作为整体 对吧 那我们可以 分享 或者在这种借累 过激合作 管理的经验 所以 习主席 跟那个安培首相 上次他来访问的时候 最后大家发表的 他们联合声明里面 就讲的 中国今后跟日本要加强第三方国际合作 对吧 那么 还有呢 我们现在这些 只是简单的贸易 把我们一些相对讲低价的货物 卖到十几个国 的确 也有的地方 也是的确损害了当地人的利益 对吧 不仅特朗普就拿这个做文章 你看中国货物 把弄到你们美国下 实际就是因为中国货来了 这个卖那么便宜 我们要 厂与实际生产 他就搞这个 我也碰到过 有一次我到埃建区 埃建区给我解释 说你们中国人太过分 太 太了不 我说怎么回事呢 他拿这个打火机 给我挤例子 这个打火机 以前你们中国货没有来 以前四个埃邦一个 所以埃建区也自己有打火机厂的 还可以有盈利的 好 你们中国货来了 加个地道 一个埃邦一个 这个时候所有埃建大火机全部关门 现在你们不但货舍来 杀人自己的 自己的退销了 你们中国小三货来了 现在一个埃邦可以买四个打火机 所以所有埃建小三货都没有饭吃了 对吧 所以七年埃建总统下令 不许再从中国进口 埃建公益品 所以你跑到埃建 那个什么开了旧市场 什么去买的那个铜牌 师生人面像 这个经测模型 紫砂炒化 全是在一无小商品上买过去了 对吧 你这样就把人家穷了的范围都给你躲了 这个怎么 你怎么发展下去怎么行呢 对吧 我这个去年到哥伦比亚去 大使馆门口 这个浙江商人在闹市 闹什么事啊 他们跑到那里 做生意 做生意就做了 做到后来 把他首都最大的市场都给拿下来了 那么这些商人呢 本地商人就去告 说中国人都是逃税 还有这些就是走私品 结果呢 这个他法院下令 封闭 没说 然后呢 叫你们中国的商人 你们自己准备打官司 提供证据 如果你们打赢了官司 证明你们这个不是走私的 你们没有漏税 全部放缓 那他怎么打电影呢 那么就跑到大使馆去 那你要保护我们啊 大使说你们这 我怎么保护你们呢 对吧 这不行 那么他们就闹 等我回来看到报道 居然这批人 这个打伤保安 冲击大使馆 多没 那么你说 这个国家怎么能够保护这种呢 那么你这种方法到那里去 就是这一次不搞 你知道 做做做做 这个当地人肯定要 要跟你发生冲突的 那么我们一带一路呢 就不是这样 对吧 我们呢 就把一分钱 引到公司投资 对吧 比如说现在 我们在SRB啊 首都亚迪社被办了建立 帮他们建个经济开发区 我们把一些劳动密集型的 像服装玩具啊 这些工厂 投到那里去 找那里的工人 解决他就业 当地人本来一个月 五十块美元工资 中国企业给他七十块 他们高兴得很 积极性很好 那么有的多学会了 那么生产的产品呢 当然比我们国内 出去的还要便宜 而且究竟 比如从开楼 从埃街 埃街的棉花很好啊 在那里也便宜啊 然后生产的产品呢 不仅在当地 还帮他们凑口 帮他们唱外汇 将来有些东西 还可以返校到中国来 价格会比我们自己的更便宜 那这个模式发展 当地人当然欢迎 解决了就业 为国家增加了外汇 对吧 社会也当然更安定 那么而且呢 老百姓可以买到 这个价格外面的商品 那我们的带路就是这样的模式 对吧 所以我们从组成 中国带头 组成的亚洲基础设施 您看 对吧 比如说像这个 现在它基础 最近康里夏末 包括在巴西战 在这一国家投的 都成基础设施 那么 当然一方面 我们自己 那么大家说 既然中国那么多钱 为什么要拉人家来呢 大家注意 这个一方面 你这个风险也很大 你如果中国家来 那是你自己多难风险 现在五十多国家 包括一些发展国家 对吧 你比如说 我们委内内拉 前些年 我们跟他订了协议 这个远助他 让他用石油来还 当时签协议的时候 石油每桶 超过一百美元 所以当时签的协议呢 是每天他供应中国 三十万桶石油 那么 我们这个钱就要保上 好 等到石油 油价跌到五十美元以下 完了 他说我把所有 给你都不够 对吧 再加上他国内 这个矛盾 他搞的 这种所谓社会主义 就大把的撒钱 好了 他又来了 你这不严重我 我马上垮 那么好 又一百多亿美元 但是如果你今天 是通过一个国际银行 五十多国家的 那么这个风险 这将就分担了 所以不是说我们 当然我们 从长野来讲 也需要这些资金 更重要的 我们通过这种国际合作 能够 正大保险系数 所以大家从这个方面理解 那么我相信 这带一路 就是综合的解决 这些问题 同时呢 是我们进一步改革开放 一个新的一个突破口 因为真想做的话 那么一定要 你国内 如果不进一步 升华改革 是不适应的 对外来讲呢 就要进一步开放的 所以他只是借用了 丝绸做这个名称 而不是重建一条丝绸之路 更不是今天 我们还是 戳口丝绸 所以现在有一段话 真我是丝绸出发地 你真有什么用啊 难道今天 还是戳口丝绸吗 对吧 顺便讲一下 就是个丝绸 你以为我们国家 是还有多少竞争量 浙江 那些大的事实 怎么样 现在今天世界上面 一般都认为丝绸质量最高的是伊拉利 在亚洲 第一是日本 第二是安安国 我们中国的丝 大量是给人家做原料 做皮料的 对吧 因为它的货神力 后加工 它的涂料 它的染色 这些都比你先进 瓷器 瓷器是这样的瓷器 质量最高的是哪个国家 德国 我们中国大概可以排第四 或者第五 我们景德镇 因为一直外销的瓷器 质量不高 卖不过 这或是引进德国的一条流水线 来解决问题的 那么还有茶叶呢 茶叶现在世界上 哪个国家最增强 斯利兰卡 那么小小的倒 我们的茶叶出口量 跟斯利兰卡差不多 但他可以挣20亿美元 我们大概10亿美元 是他一半 所以我们今天不要陶醉在历史上的自疑自乐 所以为什么我要讲清楚姐妹的道理呢 我们现在很多人还以为 既然我们历史上能够创造丝绸之路 我们今天也一定能够搞一代路 错了 历史上人家主动的今天呢 对吧 所以我们今天不是历史的从业和延续 还是实际上我们现在是前无古人的一个场景 那你怎么场景 对吧 历史上人家主动 现在一代路呢 是我们主动 所以你看印度到现在都还不应参加了 美国也没表现参加 欧洲大概主要国家 就意大利表示要参加 但意大利今天的欧洲老实讲 并不是什么经济上主要的强国 对不对 那是我们主动 我们主动那么 你怎么叫人家跟你合作呢 所以一定要把这个道理讲清楚 所以为什么习主义这样讲的 我们作为倡议 你如果你说战略 人家谁跟你合作 你对付我 什么战略 我们是倡议 所以正因为这样 我们现在讲一代一路 必须要强调 我们一代一路 一定要做到互通 几个通 其中最重要要人心相同 要做到互利 最后达到双赢 所以有些地方问我 我们怎么来搞一代一路 我就告诉他 不管你是个人 企业 地方 还是部门 还是整个中国国家 你如果能够对方 建成利益共同体 这就叫一代一路 他并不受到什么 到新加拿条线了 什么几条线 这都是我们一开始想 你看一开始不是提过吗 福建 是海上丝绸之路出发地 我当时 有一次我就问过一位领导 为什么一定要福建出发 今天宁波港 今天上海港 不要比他先进多少 对吧 所以他后来回答 这是当初的思想 中央实际上并不是已经有了完整的计划 要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的 那么你看现在六年多过去了 福建出发了没有 福建差很远了嘛 对不对 因为当时你看有的人说你看泉州是历史上 好像福建就是 其实泉州历史上根本自己都不知道 是日本人发现的 日本人肯定的 那我们今天当然根据我们实际情况来 对不对 比如上海港已经全世界连续 多年 这个吉桑乡 吞吐梁世界第一 现在世界十大港口 七个在中国 每一个在福建的 对吧 相反的你看 有些像重庆 他历史上从来不讲有什么跟事物有什么关系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到欧洲 新疆到欧洲的这个线路 第一个就是重庆开通的 于兴欧 对吧 当时他打通了六国国家 通过海关一次报关 那么重庆应什么呢 重庆是应笔记本电脑的 所以他承担这条路应的费用 所以这就一代入是成功了 对吧 而欧洲呢 可以买到 因为应费不速度快 所以最新款式的 大概重庆生产的 因为重庆现在世界最大的比基本上基地 大概建成是中国的80%在 全世界的三分之二都在 所以这样 他能因为落入应收快 那么最新的款式 中间环境也少 价格也不贵 这个就是一代入 就成功了 跟历史上是有什么关系 相反那些躺在石头 包袱上的 墙在我们这里的石头 出发地 我到甘肃 我们有优势 我说你有什么优势 你一点优势都没有 他今后造了高铁 我造了高铁 你根本有优势 以前赶着骆驼 到你这里还买点资料 或者休息去 开个旅馆 现在高铁走了 你有什么优势 没有事 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 石头之路 这个一代入了本质 就是要怎么样形成 利益共同期 因为我们要 有了利益共同 才有可能建设 人类面影共同期 对吧 今天你中国 如果再要像 张天通西以后 像什么正和乡心 拿着我们的财富 去撒到外国去 我们有什么好处 而且今天你不可能这样做 你看我们在非洲 对他们援助 西方人的挑拨 说这是债务陷阱 先借钱给你 让你将来还不错 再控制你 对不对 你如果单方面援助 送给他 也有人说你是必用心 所以这条路走不通吧 反过来你要像 西方殖民主义这样 到外国去侵略 去利用当地的廉价劳动 廉价 这也办不到 所以这有中央经过 深思所力提出来的 这么一个建议 实际上它本质上 的确是个很伟大的战略 对吧 这不仅是解决了 我前面立出来的这些 我们国内这些矛盾 而且为我们国家 开辟了一个新的 重要的发展的记忆 当然 既是记忆 它也是风险 这个风险很大的 前面我讲一下 委内瑞拉 不是风险的风险了吗 就是巴基斯坦 那巴基的恐怖活动很厉害 巴基斯坦现在已经 策动了三万军队 在门保护中国的项目 跟中国人 有的还保不住 对吧 那像中亚这些国家 你看 阿拉克斯坦 一直是我们的好朋友 但他的总统 那这巴基斯坦 退了 换了人了 那么现在当然 国内还稳定 如果说它外国内不稳定了 那么我们最重要的一个通道 肯定要受到影响的 所以记忆跟风险 是变成的 那么至于我们地方 我们自己怎么能够 为这个一带一路 服务能够投入一带一路呢 那么实际上就是 你自己本身 我们对内深化改革 对外扩大开放 然后呢 能够有条件 跟外界形成 大大小小利益共同体 那么这个呢 实际上就是 至少是为一带一路 天真家娃 做不扩大这利益共同体 那么最后呢 达到建设人类 民意共同体的 伟大的目标 好 我今天讲你们做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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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